我们看到几个数字把他吓坏了 现在中国的感觉是 他持有更坏 没有最坏 公布6月份的CPI PPI的时候全部下滑 代表中国现在的景气真的很差 它的内需真的很差 可是你说这个数字更可怕 这个数字出口跟进口全部下滑 下滑了以后代表 中国世界工厂真的已经慢慢被取代了 而且更可怕的趋势是 它跟中国美国脱钩 中国美国切开 这个趋势更明显了 包姐中国的经济的数据只有更坏 没有最坏的这个状况 一直坏下去 包姐没有回头路 没回头路 那这很像是什么 很像是铁打泥的这个 已经看到冰山在前面的 要撞上去了 但是目前为止 没有人敢跟习近平说 只能够放任这一勺铁打泥号 逐渐的往这个冰山撞过去 然后到沉默的那个时刻 转不了弯了 为什么 因为事实上 目前为止搞砸中国经济的 恰恰好就是习近平 他不断的在海外树敌 这几天的时候 王毅跟布林肯见面的时候 他还说你停止对我们中国 贸易跟科技的打压 取消无非法的这个所谓 无理的这个制裁 好你要人家取消 问题是你也对人家技术 管制什么架跟者的这个出口 你先拿开吧 他也没有这样 而且这样 习近平最近还要求外气 但是问题是他在中国用什么 反间谍法抓外气的人 那请问谁要去啊 所以你一边要各个省市的人 去全世界去招商 去全世界去吸引外资 要求全世界的人到中国投资 但另一方面 你反间谍法 说抓就抓 谁敢来啊 然后你看 见了这个所谓的大型的网络公司 说你们好好的发展经济 问你是 你刚才罚款之后 这些网络公司呢 怎么又可以 我做大之后你又再罚我 我根本就是摆烂就好 所以现在所有的政策 说真的就是那个总舵主啊 他就硬要往这个冰山开过去 但是问题是中国现在没有人敢跟他说这个状态 你只要敢说 要么就是近年 要么就是消失 所以这艘船真的要撞上去的 我们绝对不是凭空说说话 为什么 你看六月份公布的CPI跟PPI 双双回落 而且这个是很恐怖的数字 CPI现在全世界都通膨成这样 他居然是零 那告诉你什么 中国的消费不见了嘛 PPI是什么 工厂的生产物价 工厂生产物价回落到 那告诉你什么 工厂没有开工嘛 所以两个最重要的火车头 工厂没有开工 人民不要消费 另外一个 从进出口来说 双双往下降嘛 进出口就没有人 没有要进口 也没有要出口 所以在中国真的是面倒一个相当固点 另外万希也不来 万希你看 去年度的时候还有1000亿滴剂 这个季度只有200亿耶 少了八成耶 因为现在中国所有的数据都告诉你 真的真的相当糟糕 但是只有现在李强也还说 我们中国今年能够保护啊 为什么他现在只能这样讲 他也不敢跟习近平说真话 而且你知道 王毅如果跟布林肯讲 要求美国停止 对中国经贸科技打压 取消非法无理制裁 那不就示弱了吗 当然了 但是问题是 你觉得布林肯会听你的话 不会啊 因为你 又不是你说了算 习近平又不是这样说嘛 好 那我们就跟大家讲 这对中国来讲的话 这个进出口的下滑来说 对他非常嚴重 你看目前为止来说 你看他几乎是出口 这可以说是全面性的 全面下滑 出口 那美国也下滑 东盟也下滑 就是东西也 然后欧盟也下滑 然后韩国也下滑 日本下滑 台湾下滑 澳洲下滑 香港下滑 所以告诉你是 他这个全面性在下滑之中